好了好了,开始上课 前一个小时我是看一下大家平时的一个片子的一个情况 我一个一个都在看 大家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 这是何出名的一个新同学 我看一下,看一下片子 我在讲,我在讲其他同学片子的时候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因为也可以看一下有什么不足啊 或者看一下从别人的片子里面看一下 比如说自己的话有没有这些问题 好,我来看一下 这个片子我来说一下,我先看完 大场景,动起来 灰度 我来说一下灰度的问题 这个片子灰度有点偏高 平时我们怎么去把握灰度 这个我觉得哈,平时大家下来应该去多看一些国外的一些片子 国外多去看一些片子,看一下人家的那个灰度是怎么在控制 不是说,不是说对比度,对比度怎么去把控啊 这个灰度怎么去控制 这个自己在脑子里面应该有一个,有一个自己的判断 不然的话你怎么,你怎么修你都修不出来 第一是灰度的问题 这个片子我感觉灰度稍微高了一点 第二,我觉得现在大家在修 在前期拍片的时候还是多少有些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在我们在选择背景的时候 在选择背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尽量去选择稍微干净一点的环境 尽量去选择稍微干净一点的环境 假如说环境,假如说环境很杂乱的话 它的元素很多的话 那我们就要通过,就要通过大光圈去虚化一看 去虚化,做一下虚化 你看像这种情况,像这张片子的话 其实我是觉得它不太适合拍大场景 不太适合拍大场景 我觉得拍大场景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 第一,场景要漂亮,这是第一 如果说场景不漂亮的话 元素很多的话 我是建议不要去拍大场景 大场景的前提就是 一定要场景干净 如果说存在的元素太多的话 反而我觉得不是太好 不是太好 所以说我是建议大家在拍大场景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还有你看这张片子的话 明显来说的话它是对比度不够 对比度不够 对比度不够 它就会产生一个灰度过高的一个现象 这是第一 第二,你看地上这些,地下这些元素 如果说是我的话 我不会选择在这里去拍 不会选择 所以说 咱们在选择那个环境的时候 在选择环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 看我手指 这些地方 假如说是我的话 我会在后期里边 用填充 把这些该修干净的地方 要修干净 尽量 原则就是 我们在修图的时候 原则就是 尽量使画面变得干净 元素稍微少一点 就是我觉得摄影的话 要学习去做减法 要学习做减法 怎么减 就是减少画面中的元素 让画面变得更加干净一点 这个就是 比较重要的一些地方 灰度过高 这张图灰度过高 好,我看下一个 雷本本 我先整组看一下 大家也可以 同时把那个链接点开 大家都看一下 假如说是自己的话 这张照片存在什么问题 大家都可以去观察一下 其实用光还可以 我们在拍室内的时候 特别是浴缸啊 私房啊 一定要多注意去用光 怎么用 多去拍一些逆光的照片 因为顺光 它毕竟来说 在室内的话 顺光 我觉得应该占 整组照片的 10%左右的照片就可以 其他80%左右 我觉得应该拍逆光 或者撤逆光 这下来的话 你的片子 光线应该好看一点 好,我继续往下看 好,看完 我说一下这组照片的问题 第一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张照片感觉 嗯,画质的话是有问题 画质有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有点糊啊 感觉有点糊 这是第一 第二 磨皮我感觉稍微过重了一点 磨皮过重了 看这些磨皮的话 感觉稍微重了一点 第三 我们在磨皮的时候 像这些 这个应该叫法令纹 这个法令纹这里 我们也要将它弱化 我们在磨皮的时候 怎么去弱化 就是还是选择 那个图章工具 把这些地方 颜色给它简单一点 就是磨的时候 往这里磨一下 这里磨一下 把它那个法令纹 这些东西都要简单 第二 你看 像这种光线过度的时候 我们尽量这样去磨 这样去磨 磨下来以后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光 之间的过度 它就会看起来 更加均匀一点 这个画质 是专门注的 这种效果 是吧 我感觉这个 怎么说 感觉有点像油画 油画效果 但是我觉得 稍微重了一点 特别是像皮肤这类 感觉不是很舒服 感觉不是很舒服 我们在 做效果的时候 也一定要注意 一下这些问题 什么东西都不能太过 也就是说 一定要和适 适度 适度 这张片我觉得画质 稍微有点问题 还有就是你看 这些地方高光 对于高光来说的话 是没有什么细节的 是没有什么细节 像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要压高光才行 要用曲线工具 压一下高光 这张照片也是 脸部过曝 明显的脸部过曝了一点 注意对高光的控制 像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要单独 用曲线工具 把脸部稍微 亮度稍微降低一点 包括高光部分 的那个 用曲线工具 也要给它降一点 不然的话 你的脸部 就是过曝了 过曝了 还有就是 存在的问题 就是你看 两张图片 它的反差 反差稍微有点大 色彩 我们在处理 一组照片的时候 特别是 同一主题 同一个风格的时候 我们尽量 去把它色彩 给它同一 尽量去同一 它的色彩 还有这种图 还是磨皮的问题 还是有些磨皮问题 像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要 比如说眼带 这些地方 都要对它进行处理 模糊度 模糊度稍微高了一点 这种照片 视角这些 还有用光 都是没多大问题 对比度稍微高了一点 好 下一个 聊聊潮 我看发了什么 能不能打开微博啊 嗯 可以 这种照片 今天我看过 我还转了 我觉得 我觉得可以 怎么说 第一 对于色彩的控制 我觉得还是处理的蛮好 因为在室内 往红色靠 肤色往红色 黄色靠 我觉得还可以 第二 我觉得视角 它的视角 还有就是 怎么去 等一下 怎么不能移动 大家尽量去发那种 发那个什么 发微博感觉不好看 没反应 是吧 我电脑的问题吗 我重新打开看一下 复制链接 我用这个浏览器打开看一下 换一个浏览器 因为这个是笔记本电脑 这个浏览器可能有问题 我用英特尔 等一下 嗯 还登录吗 可能是我这个 这个电脑的问题 对应该手机分享的原因 我用那个 我用那个电脑端 打开不能说放 说放倒是可以 不能往下看 这只照片我说一下 我说一下 这只照片在引导 还有就是视角方面 我觉得是可圈可点的 我今天看看一下 我觉得可以 不好说 我现在不好看 看不了这个微博 我看下一个 最好是发 比如说像poco啊 网易啊 这种链接是最好的 好 桃妍妍的这个 这种照片我在微博上 这种照片我在微博上也看过 如果说是我的话 桃妍妍 这个照片我觉得 我个人感觉肤色稍微红了一点 稍微红了一点 假如说 把红色剪掉 然后添一点黄色进去 我感觉 我感觉我个人感觉可能会更好 我感觉这样去调可能会更好 还有就是你们在加这种 这种文字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假如说没有设计功底的话 我是建议少去加这些东西 因为可能会使原有的一些图片本身的味道 他给它去掉了 因为 因为说实话 这样排版的话并不是很好看 并不是很好看 假如说你要 你要去做这种东西的话 我建议是要有一定设计功底的 去做这个东西 做出来才好看 像这类的视角方面 它还是可以 就是肤色 我感觉稍微红了一点 肤色 可以用色彩平衡 给它校正一下 就应该很OK 像这种神态的话 我觉得眼睛的神态是不是没有对 是不是模特本身的原因 像我们在前期拍照的时候 注意选片的时候 特别是选片的时候也要 比如说模特一些动作 眼神 也要好看的才选 假如说不好看的你选了 一是 比如说你拍课片的话 那妹子也会不是很满意 我们在 比如说在选择课片的时候 你尽量去选择那种 妹子本身好看的照片 这类的构图不错 这类构图不错 有点是二次构图 二次构图我要说一下 这个二次构图很重要的 因为最近我也在不断的去使用二次构图 以前我不怎么用 都是相机里面直接构好了 我基本上不会再去什么二次构图 但是最近用了一下以后 我感觉二次构图其实还是蛮重要的 肤色的问题 还是肤色的问题 还就是你看 脸部的这些地方 细节 细节要修 这是第一 第二 高光和阴影的过度 还可以再加强 还可以再加强 我觉得质感不够 像这类特写的话质感不够 怎么去加 我已经在基础诗教里面讲过很多次 就是用中辉也好 用双曲线也好 给它 该阴影加强的加强 亮部加强的加强 像这些地方 都应该去加强一下 增强质感 还有就是像这种地方 妹子的那个脸型的边缘 尽量去让它圆滑一点 圆润一点 用液化工具 液化 包括像头发这些东西 这些细节的东西 都应该使用液化工具 去给它进行处理一下 我们在处理后期的时候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尽量 让画面变得更好看一点 这些细节的东西 尽量去修一下 当然 假如说有些质 有些模特本身的 一些标志性的东西 如果说妹子她有要求 不要去取她 不要去动她的话 那你也就不要去动她 还有就是比如说 有些模特他本身就是 脸上有很多雀斑 这些比较带感的东西 我们也可以保留 也可以保留 像这些构图 我觉得这些构图 都是蛮好的 这构图蛮好 只是还是 这组照片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重点就是 色彩的问题 肤色 肤色的问题 看一下猫大师最近的作品 这只照片我也看过 也转了 我觉得 给我的感觉 这只照片 其实猫里最近进步挺大 什么进步呢 以前 我觉得在 在这两组照片以前 以前我讲了很多东西 它都没有去用 比如说 怎么去修皮肤 我觉得以前 基本上都没怎么去修皮肤 感觉没怎么修 但是这最近 最近一段时间 我感觉 嗯 猫里的进步还是挺大的 就是 它在用 我教的这些东西了 感觉 所以说 还是蛮 蛮不错的 这只照片 不 不光是前期的策划也好 还就是对于妹子 妹子很重要 这里还要说一句 妹子很重要 我们在平时约妹子的时候 尽量去约一种 约那种 比如说拍过呀 经常在拍的一些妹子 还就是颜值稍微高 颜值稍微高一点的妹子 咱们毕竟是在拍照 是吧 当然课片不说 如果说我们在 约拍 比如说免费拍照 创作呀 尽量去 约一些 颜值稍微高一点的妹子 他 他会为你的那个作品 添很多分 真的是 会添很多分 假如说 你这种照片的话 如果说 是一个很普通的妹子 你去拍的话 他拍不出来这种感觉 所以说 摄影这东西 模特还是很重要的 还有就是 猫里在 细节 皮肤细节处理上 还是 有提升的空间 还是有提升的空间 只能说比以前好 比以前好 但是还是有空间 包括像这种 像这种 你看 他右边脸 右半边脸的 一些细节 还是没有处理到 包括 你看 鼻梁这些地方 一些细节的地方 还是没有处理到 假如这段照片 我再把高光这些 给他 该加的地方 给他加一点 用中辉 或者双曲线 把这些高光 该加的地方 给他加一点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 更好 可能会更好 你看这些视角的话 都是挺好的 都是挺好的 拍夜景的话 是 大家是 必须要使用大光圈 第一 他那个 晚上的一些光斑 是挺好看的 这种只有 只有用大光圈 才能拍得出来 第二 本身晚上的一个光线 就不是很好 所以说 必须要配合 大光圈 加那个 高感光度 或者是加灯 就是那种 强亮的LED 都可以 你看 这种情况 只要 我跟你说 只要画面当中 存在那种 稍微动起来的 一些元素 在里面的话 它可以为你的画面加分 比如说 什么是动起来的元素 比如说 我们的头发 对吧 发丝吹起来的感觉 对吧 这些东西 都是动起来的元素 这些东西 存在于画面的话 它就会使 你的画面加分 不会是很 呆板的一些画面 这个大家要记住 尽量去寻找 寻找一些 动起来的元素 构成画面 这个照片 就是 就是这个元素 挺好 包括你看 这些发丝 其实它动起来 就是要比 没动好看 所以说 我们在 拍摄的时候 也要注意一下 这些问题 这个照片挺好 挺好 包括你看 这些前期准备 孔明灯 这些元素 都挺好的 舒晓晓天 一个新同学 有点 类似 意识流 好拼啊 假如说 我的话 这种照片 怎么去处理 我要说一下 假如说 是我的话 第一 我会把这个绿色部分 稍微再处理 稍微再处理一下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绿色 有点抢眼 我们在拍 这种照片 有点类似于 观念的一些 作品的时候 尽量 尽量就是 更加极简 更好一点 我们在拍 观念作品的时候 怎么去 怎么去剪 还是我刚刚说的 剪法 第一 我们把这个绿色 不要让它这么 跳跃 给它剪掉 稍微不要让它这么 这么跳跃 但是 不要太过 不要太过 过了以后 你就感觉不是很爽 第二 这个水 还就是天 这个颜色 还可以 还 我觉得还是可以更好 还可以更好 第三 这样剪了以后 把人物 稍微 看提亮 还是怎么着 更加突出一点 这是第三 第四 像这些头上的一些 质压 这些东西 如果说是我的话 我会把它处理掉 我会把它处理掉 包括像这些地方 这些细节的东西 这些地方细节的东西 我都会把它处理掉 你这样去 用一个那个 填充工具 给它填充一下 这些东西 给它填充一下 我觉得画面 更加干净的话 肯定要更加好看一点 其实这张 这张你看 它的绿色 稍微比刚刚那张 要 要 要 更加暗一点 我觉得更加好看 对吧 还就是这个颜色 我们在拍这个观念的时候 我可以把这个颜色 再减一点 不要那么 不要那么难 不要那么难 可能 我觉得可能会更加好看 然后 然后构图的话 可以采取 二次构图 可以进行一些 柴检了 比如说 比如说我可以使用 中心构图 可以使用 留白的一些构图 其实有很多空间 这样去减了以后 我觉得可能 可能比现在 应该是更加好看一点 可能要更加好看一点 你看 还是跳跃 我们 我说的跳跃就是 比如说我们把眼睛闭上 那我睁开眼睛 我看到的肯定是两个元素 第一是 当然是人 第二 这个绿色 有点强眼睛 所以说 假如说我把这个东西 给它稍微剪一点 那 那这个画面中间的 这个人物的元素 它就会更加突出 包括这个 绿色 蓝色 蓝色的一个色调 我给它剪 用剪法 给它剪一下 我觉得可能 会更加带感 这只照片 其实前期策划 这些东西 我觉得还是蛮好 包括这张也是 我把它的绿色 给它做 给它做深一点 给它做深一点 我觉得这张照片 其实蛮带感的 真的 挺好 挺好 这张照片 这张也是挺好 就是 感觉哈 模特还是没有 放松下来 假如说 假如说这个岛 岛的更好看一点的话 我觉得更好 因为这个岛 是可以的 因为它和后边的 这个植物 植物的导向 它是相呼应的 这个元素 其实抓得好 抓得好 其实我们在 拍摄的时候 就是要注意观察 环境里面的一些元素 怎么去和人物 进行一个搭配 这里观察的就是挺好 你看这环境的元素 它植物 是往这边在斜考 对吧 那人物也这样去斜考 它就有一种呼应 这样的话 就是很好看 但是 这张图的问题 就在于 模特的这个导向 不是很好看 模特导向 不是很好看 哎呦 我接个客户的电话 这个电话不能挂 等一下 喂 喂 喂 闲着啊 我不晓得闲着有没有人 我马上打电话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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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来了 是个公司的客户 这个不能挂 行 那我继续说 继续说 其实舒小天 这种前期很不错 前期有想法 有想法 就是 你看这种 这种的话 这种的话就是很带感 就是什么地方 细节要注意一下 就是 你看 这里的眼带 这里修了以后 这里没有去动 就是 不是很协调 你要动的话 你就要都要动 你如果说不动的话 你可以保留一些 更加 像这样保留一些 可以 但是你如果说要动的话 都要把它处理掉 包括这些地方 鼻子两边的阴影 我可以用涂砖工去 让它更加均匀一点 更加均匀一点 更加好看 更加均匀一点 包括像这些地方的位置 我都可以 给它重塑一下 那个光线 可能会更加好看 这就是我们在后期 为什么这样去处理 就是细节 都去把握一下 但是这张前期 还是蛮好的 多去利用一下 这些环境因素 还可以 不错 没有了吗 好 没有了 这组照片可以 很带感 就是 注意我刚刚说的 这几个问题 大家觉得这样 我这样讲的话 对大家有没有帮助 好 那我们继续 哦 免兔好大 好 我来说一下这组图 我来说一下这组图 放大以后我们可以看到 放大以后我们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第一 皮肤 皮肤的修理 没有够 皮肤的把控 没有够 这些细节 这些细节一定要注意 你看眼袋这么重 你怎么不要 怎么不去去一下 这眼袋 该去的东西还是要去去 第二 磨皮 也要去做 磨皮以后 重塑一下光线 比如说这里 应该加深的加深 比如说这里 高光线部分 应该简单的就要去简单 你这些地方 你不去做的话 那你的片子的质量 就不能提高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一下 这些问题 这些人物该修的地方 一定要去修 一定要去修 这第一 第二 我觉得色彩色调 背景稍微 背景稍微有点 有点脏 有点脏 可以稍微把这些地方 用曲线工具 给它调亮一点 我觉得背景和人物 反差稍微有点大 这个地方我去拍过 这个地方我去拍过 可能环境是 光线不是很好 但是我们要通过后期 通过后期 去 怎么还有其他声音呢 我们要通过后期 去 把这些 该修饰的地方 去修饰一下 这张 这张其实肤色 这些东西 我觉得都是还好 蛮好的 肤色 肤色就比刚刚那个肤色 那些要好很多 还是那个老问题 还是那个老问题 我们放大一下 看一下 这皮肤修饰的时候 像这些地方 我们还是要去磨一下 这样的话 磨了有什么好处 它肯定会为 你的照片加分 比如说像法令 这些 虽然说 它年纪很轻 不是很明显 年纪很小 不是很明显 但是我们该处理的时候 还是要去处理 包括这些 我说的 塑造一下光线 把它 从这里往下 直接这样去磨 从上往下 这样顺着它的光去磨 磨出来以后 绝对比这个好看 这个就是 为什么 你们觉得 你们的照片和大师的照片 有差距 差距在哪 差距就在这些地方 你这些地方没有去修 人家修了 那这就是差距 包括 包括你看 我们现在脸部的一个线条 脸部的一个线条 我们都可以用 液化工具去修整它 去修整它 你这些东西 你不去修的话 你的片子质量就不会提高 这个色调是没有问题 这张照片 色调还是蛮好看 这张你看 它的背景 明显比刚刚那个背景要亮 而且要好看 这就是 我刚刚说的 说的那个 第一张图的那个问题 这张图就好看很多 色彩倒是没多大问题 就是 我觉得细节方面 应该要多去考虑一下 你看 皮肤我觉得基本上 都没怎么去处理 这些地方都要去处理才行 我平时教给大家的一些东西 我建议大家 能用就要去用 能用就要去用 包括现在你看 我们可以看到 像鼻梁这些地方 都应该去处理一下 还有就是 我们现在观察 我们现在观察 你看这两张 这几张照片 明显的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色调不是很统一 这种的话 虽然说在前期拍的时候 它可能 可能会出现 有色温啊 像这个色温出现一定偏差 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后期 light rule里面调整的时候 调整它的色温 完全可以达到同一个样子 你这样一组照片的话 几个颜色 我觉得是不好的 是不好的 当然你拍其他主题 有这种专门的需求除外 你看色调相差很大 这张照片明显就是 在前期色温调整的时候 你没有去校正 没有去校正 这个完全可以通过light rule 对它色温进行一些校正 加黄 加色 加色温 加了以后 它就能达到这边的一个状态 你看这类的 你看这张照片的色温正常 色调正常 明显较好看很多 对吧 所以说我们在处理一组照片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下色差 色差的问题 你看这两张照片又不同 对吧 又不同 明显就是色温没对 你看这张色温正常 好看 但这张又偏冷了一点 就没有刚刚那个好看 对吧 所以说要注意一下这些问题 像这种 像这类的话就挺好的 抓一些 我们不是说拍人像 就一定要每张都要拍脸 对吧 我们可以拍一些细节的照片 有时候还是挺带感的 比如说有些光影 印在人的身上 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去捕捉 不是说每张照片都要去拍脸 对吧 当然拍脸是大部分照片所需要的 当然这些细节 细节的一些特写都是 当然也是需要的 也是需要的 好 我看下面其他同学了 诶 陶渊渊这张 这种我刚刚是不是看过 诶 看过了 竹园 竹园大哥的片子本来就很好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种照片 假如说同学们都打开看一下 假如说是你的话 你是觉得有什么些问题 那这样 那这样 这种照片 我就让大家来发一下 你们打字打出来 你们觉得有什么问题 你们打开 都打开 竹园都打开 竹园这套照片 这套照片 你们来分析一下有什么问题 打出来 我看一下你们能不能找 找些问题的存在 都来说 大家都来讨论 假如说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去处理 有什么问题 其实这张照片 这组照片的质量还是蛮高 质量蛮高的 但是我们要从鸡蛋里面挑刺 挑刺 大家看一下有什么问题 我是专门拿了一组 拍的比较好的 给大家来挑刺 竹园大哥不要介意 你刷屏的话 我要踢你 这是上课 还没有什么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 觉得有问题的地方 都来说一下 大家都来说一下 没法到链枝 有啊 等一下我复制给大家 趁这会儿时间 大家都看一下 假如说是你的话 你觉得什么地方有问题 给大家两分钟时间 都看一下 有什么问题 竹园你修完了以后 你先说一下 你自己觉得什么地方还有问题 冷淡 你说的卡 你说的卡是我讲课卡 还是你打开网 打开网页卡 好 算了吧 那我继续讲 我来说一下什么问题 我来说一下什么问题啊 其实问题都不是很多 第一 这张照片我来说一下 皮肤这些 包括色彩啊 就是氛围感这些地方 我觉得都是不错 我觉得都是前期这些细节 比如说手 手的这个位置 假如说他把手放下去 这里没有这个手 我觉得可能会加分 因为这个紧身在这里的话 我觉得作为前景的话 不是很好看 这个是第一 我们在前期构图的时候 也得注意一下这些问题 第二 假如说这张眼神 不是看镜头 我觉得是看其他地方 或者是 更加投入一点 我觉得可能会更好 当然 我觉得修饰啊 这些东西都是没有问题 我觉得修的挺好 当然细节这些地方 修的挺好 第二 这张照片 我来说一下 我们在修这种绿色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这样去修的话 就是修过了的表现 这样去修 修得太过 这是第一 第二 这个颜色 它本身修出来 也不是很好看 这个绿色修出来不是很好看 所以说我们在 修绿色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怎么去控制 你看这张照片 本来应该是绿色 是吧 修出来过后 是这种偏红偏黄 但是我觉得这个颜色 有点脏 有点脏 这是第一 第二 它的过度 你这样修 颜色修过了以后 它存在于色彩的溢出 比如说像这些地方 高光的地方 你看 它本身是浅绿色 但是你这样变的时候 它始终有一些颜色 没有变 没有跟着变完 因为它存在于高光部分 所以说就存在于这种 感觉很脏的一种状况 在里面 所以说我们在 修这种绿色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修的时候 颜色不能太过 这种就是太过了以后 它颜色就会感觉很脏 包括高光部分 有些地方没修到的话 它颜色就是感觉 感觉有溢出 颜色不是很正 你看 这个就是 这张图片的一个 很大的问题 就是这个绿色 没有修好 没有修好 第二 像这些 很细节的地方 我觉得 我还是要建议大家去修 不是说 肯定有很多 同学说是什么水平座 什么处理座 要讲求完美 不是那样 像这些细节的地方 真的要去修 我觉得 我们在修片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下细节 这样红色的线 直接一个填充就完了 其实很简单 但是我觉得 还是要去修它 第三 我觉得青色 暗部 就是黑色 就是核选颜色 暗部的那个黑色 加青 这张图片 稍微加的 稍微有点多 稍微多了一点 我们注意看 暗部 还是头发 这些地方 就可以看出 这个青色 稍微加的重了一点 稍微加的重了一点 色彩的问题 要注意一下 主缘大哥 像构图 这些都是很老练的 我觉得 构图这些都是很老练 都是很老练 都很不错 就是我刚刚说的这几个问题 你看这个绿色 这个绿色这样调的话 不是说这样调不好看 就是要注意一下 有的时候过度 还就是溢出 还就是 反正要注意一下 这个绿色的 绿色部分的一个 一个东西 不能太过 这种构图倒是蛮好 旋转 对吧 旋转一点 挺好 就是颜色 就是 青色稍微重了一点 所以说感觉有点 有点脏 特别是暗部 青色稍微重了一点 高对比黑白还可以 这构图都是很老练的 挺不错 还有颗粒感也是 我们在拍情绪片的时候 同学们大家注意 情绪片的时候 可以多去加一点颗粒 因为颗粒这个东西 其实它是提升味道的一个东西 当然 当然不是说所有的片子 都要去加颗粒 有的片子 如果说加点 适当的去加点颗粒的话 它会更加带感一点 还有就是 我这里要 说到这里 我想到什么 说什么 我在私教 基础私教的时候 经常会 讲那个 基调色 对于基调色的处理 就是可选颜色里边 那个白 灰 黑 这三个 三个颜色 这三个颜色 我要说一下 有很多同学 进入了一个误区 就是我讲了以后 因为我 我觉得那个是重点 但是 但是不是所有的照片 都得去动 那三个东西 如果说 因为我看到 最近有一些 没有上我 没有上我们进阶班的 一些同学 因为后来 我没有讲 没有讲那些 我在私教 视频的时候 就讲了一下 那个东西 讲了以后 强调了一下 但是我看到 他们现在 就是处理图片的时候 不管什么情况下 都是在用 比如说白 灰 黑 这三个东西 去调积调色 有的时候 可以不去调 他也要去调它 不是那样 这个东西不是说 一定要去用 一定要去用 你在 在去做氛围的时候 你觉得应该用的时候 你在用 不应该用的时候 你就不要去用 不是说所有照片 都要去用那东西 你看 我们注意 看这些色调 就是处理的 一些后期的 一些疑难的问题 你看 这里里边 一些紫色 这些就是颜色 有点溢出 它过度不是很好 这就是绿色 稍微调到一点过的原因 其他都是蛮好的 其他蛮好的 刚刚有一个 有一张图 手臂颜色 是有点问题 但是问题不是很大 我要讲夸一点的感觉 刚刚说到哪了 等一下 你们刷屏太快了 感觉 新成的了 其实我看最近 同学们圈我的片子 我觉得大家都 其实进步都挺大的 其实我感觉还是蛮欣慰的 真的进步挺大 新成这组照片 我要说一下几个问题 我在微博上有时候 我觉得大家有时候圈了妹子 有时候不好说 有些问题 还是第一 还是我说的 这个色彩 其实这张照片 你在修 修皮肤 这些东西的时候 都还可以 比如说小清新 小清新的话 这样去修 修得干净一点 也是可以的 不是说飞的小清新啊 这些都去保留质感 像这些直接用 假如说直接用涂沾工具 也是可以的 因为直接用涂沾工具 它又 它还是有好处 有什么好处 就是 让皮肤变得很 怎么说呢 像瓷娃娃一样 这种的话 其实 不是说摄影 摄影师的话 感觉 可能不是很好 但是 客户 包括妹子 她是很喜欢 这种修涂法 就是把她的皮肤 给她修得很完美啊 不要去保留什么毛孔啊 这些 把它修得光光亮亮的 这些 其实 很多妹子她是很喜欢 这张照片 第一 还是这些问题 色调 我们再处理这些地方 你看 看到没有 这些地方的时候 存在 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 你看这个 这个颜色 溢出 不是很好看啊 不是很好看 当然 妹子 颜值很高 很好看 像这张照片 就是挺好了 修得 修得挺好 还可以再加强一下阴影部分 更加有层次一点 当然画质还是挺好 这是用什么相机拍的 6D 35 1.4 其实35 1.4 这个镜头还是蛮好的 特别是拍一些小清新 我觉得 拍出来也是挺好看 看到没有 这张照片放大以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问题 就是 没有去保留 没有去保留质感以后 她感觉她的皮肤啊 就是怎么说 怎么说呢 就是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细节 就是 感觉有点像 像娃娃一样 对吧 当然这种构图是可取的 构图是可取的 我们在处理这种大头照的时候 特别是很 偏基于特写的时候 我还是建议保留质感 这样不保留的话 感觉还是有 磨皮过重的一些嫌疑 有磨皮过重的一些嫌疑 我还是建议 像这种大头照 保留质感 真的 这个就是 你看嘛 稍微大头一点的话 你就明显感觉得到 磨皮有点重 磨皮有点重 这种照片 其实颜色修得还是很好看 就是磨皮方面的话 特别是对于大头照处理的话 颜色稍微 颜色 不 我刚刚说的这个问题 新陈 毛里刚刚讲过了 关掉 我今天先把同学们的一些作品 稍微先分析一下 假如说 看一下时间 假如说讲不到 讲不到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的时候 那我们就改天讲吧 我先 因为我觉得是先分析一下 最近大家的一些作品 我觉得更 更加重要一点 其实我 我说的那个什么 宝丽来这颜色 其实都是 很好挑的 哎 这个又是手机 这个又是手机 分享的吗 这又是手机分享的 我 我用那个电脑打开 不行 稍微打开 放大 没办法放大 根本没办法移动 不行 不要发这种 这是手机分享的一个链接 我用电脑打开 不能进行移动 撕卡 你复制过来就可以 怎么都是用的这个 这个 感觉都是用的这个 先大家看一下 看吧 我打开 全部是 感觉全是这张图 手机端不行啊 重新 重新来 重新发 手机端不行 小茶同学 小茶同学 哇 好梦幻 对焦不实啊 我们在对焦的时候 一定要去对眼睛 而且要使用中心对焦 然后平移构图 你这样的话 你这样 你像这张图的话 你就是 它焦点没有在眼睛上 就不是很好看 皮肤修得还可以啊 皮肤修得还不错 像这类构图的话 像这张图的话 什么问题 就是 我刚刚说 那个 小兰 小兰妹妹的时候 背景和人物的反差 稍微大了一点 稍微大了一点 像这种背景太黑 然后人物太亮 然后 你看亮部 和那个暗部 它的过度 又是很深奕 所以说 造成了这张图 不是很好看 像这种图的话 我们在Lightroom修图的时候 刚刚初修的时候 就要注意一下 要降高光 然后提 提白色色阶 这样的话 你才可以把它的过度 稍微弄得明显 弄得更加柔和一点 像这里的皮肤 收到还是可以 但是 是降了 清晰度还是怎么着 感觉 感觉不是很清晰 还有 我们在处理图片的时候 你看手臂 这些地方 还是要处理的 还是要处理 不是说 只是修脸 像手臂 这些地方都是要去修的 都要去修 像这种照片 你本身就没有什么脸 所以说 它手就作为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你没有去修它 所以说就不是很好看 要液化 要磨一下 这张照片我觉得是 怎么说呢 感觉是 说不出来的 那个味道 是不是 清晰度降了 感觉不是很好看 不是很好看 但是还是可以 感觉太柔了一点 太柔了一点 这种构图可以用 倒是可以用 就是 你看 这些高光的细节 这些地方 没有了 还是要注意一下 这高光 高光部分 还是要注意一下 牙疼 我要讲快一点才行 胶片 这种图我看 这张 这张那个 重爆修的可以 这张重爆修的可以 这种重爆的话 其实我看 现在网上有很多 那个什么 可以买那个动作 我上次买了一个动作 我感觉还可以用起来 它是英文版的才行 直接叠加素材 叠加以后就可以 但是 像这种叠加的话 前提就是 背景稍微干净一点 或者是你把 你把人物勾出来 勾出来也好 在棚里面拍也可以 这种图的话 干净一点才行 牙疼最近 我觉得前期 前期蛮好的 前期蛮不错的 你看这种 属于抓拍类型的照片 它其实拍出来就是 怎么说呢 没有摆拍那种 感觉更加自然一点 我觉得 其实抓拍的话 我觉得还是建议 大家多用 多去抓一点 眼神啊 动作啊 这类东西 你看抓拍出来 真的是 假如说妹子稍微好一点 抓拍出来 真的是要好看很多 要好看很多 牙疼这种照片 挺好的 这是逆光吧 应该是 你看发丝 有动的 有动的元素在 挺好 不管是人 再动也好 其他 其他发丝 这些 还就是其他元素 动也好 总之来 总之来说的话 你在画面当中有动的元素的话 它肯定要比纯静态的元素 要好看一些 牙疼这种不错 咦 打不开啊 不能打开 利利州 玩图虫啊 好 我来说一下 这种照片 我先大概看一下 咦 这种照片有点强调 那个质感 有点强调质感 但是 还是我刚刚说的 这些问题 还是多少出现了一点 第一什么呢 第一就是 对于这个绿色的把控 这个绿色的把控 我觉得 虽然说 调指往这个暗调去处理 是没有多大问题 这个绿色 只有暗一点 是没有多大问题 但是这个绿色 调子 我觉得稍微还是 欠了一点火候 这个绿色的 这个绿色的调子 稍微欠了一点火候 这张图 其实还 还没什么 后面这几张图 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元素 太多 元素太多 我们可以看一下 稍微元素 稍微多了一点 元素 你看后面稍微有点杂乱 虽然说后期进行了一些弱化 但是 我们在前期构图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一下 这个造型有点屌 感觉 还是老问题 背景 背景选择 背景选择 元素还是有点多 有点杂乱 像这类的话 你看 像这个 这个 这个 横向的一个线条 应该修的地方都要去修 修了以后就要好很多 这个对称构图还可以 对称构图 就是环境 还是老样子 环境 太乱了一些 其他部分 都还是可以 就是我刚刚说的 这几个问题 莉莉洲 环境选择 还有就是 加强对绿色的把控 这图停掉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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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净 干净 往往大家可以多去看一下 往往一些好的作品 其实它都是 我觉得都是很干净的一些画面 一些元素都是挺少的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场景的时候 就是要去考虑一下 多去考虑一下这些问题 尽量多去选择一些稍微比较干净一点的环境 这些东西都要好很多 我还是看不了 这个是手机分享的 看不了 没办法 但是我看小图感觉还不错 看小图感觉不错 赛希尔 好像刚刚看过 我没看过 这张黑白的话 颜色没有对 这个黑白感觉 灰度太高 灰度太高了一点 灰度高了以后 感觉就是很脏 包括黑白也是 你灰度没有把控好的话 它就会感觉很脏 很脏 彩色也是稍微感觉有点脏 就是青色稍微重了一点 我们在做青色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你可以适当的为青色配一点蓝色进去 它就不会感觉这么脏 如果说单纯的去加青色的话 那你就要注意了 就要注意了 不能加太多 加太多的话 感觉就会脏一点 皮肤细节还是没有处理好 感觉还有色块 感觉皮肤上还有色块 是不是相机本身就不是很好 可能 是不是 什么相机拍了 因为有些半画幅的相机 它就是会出现这种色斑 就是 稍微环境 如果说很暗的情况下的话 它就会出现这种色斑 还是暗部 这只要注意一下暗部的控制 这是第一 第二 我觉得构图视角方面 还要多加强才行 视角方面稍微有点平淡 视角 都去 如果说你觉得平淡的话 可以进行二次构图 可以大胆一些 这个构图 这个视角 稍微 稍微有点平淡 感觉就是 少了一点变化 少了一点变化 基本上你看 我们看到的都是 都是中景 中景偏多一些 基本上你看 基本上都是中景 半身 视角上变化稍微少了一点 注意一下 前期加强 还有就是你看 这些地方 眼睛对焦不实 好 休息十分钟 我去喝口水 休息十分钟 休息十分钟 好了 继续 继续上课 闻小羊 这个照片应该是很老的一组照片吧 我感觉拍了很久了 首先我说一下用光 用光是没有问题 在我们在夏天拍照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会遇到逆光 逆光环境下拍照的话 是很好看的 特别是在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光线 拿来拍逆光是最好看的 但是这组照片 虽然说用光挺好 还是有多少有些问题 第一 我觉得皮肤 皮肤修得还是不够 怎么说 我觉得不够好 皮肤感觉 还是没有修得很到位 第二 你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 它明显就是 它人物和背景的一个过渡 过渡不是很好 过渡不好 什么原因 引起的过渡不好 就是我觉得 人物稍微暗了一点 然后背景太亮 所以说就存在于 存在这些问题 感觉就是过渡不是很好 这张照片 可以把人物稍微提亮一点 当然你看 逆光的话 它营造的那种氛围感 还就是发丝的这个地方 都是挺好看的 所以说 所以说 咱们平时在拍照的时候 不管是室内也好 室外也好 尽量去 尽量去采用逆光拍摄 尽量采用逆光拍摄 我说的 咱们现在拍一组片子的话 应该要占到70%左右 逆光片 30%可以拍顺光 当然不是绝对 大多数片子 可以这样去拍 因为逆光拍摄的话 它层次会很好 当然 我们在拍逆光片的时候 相机和镜头也是很重要 假如说 如果说非全画幅的相机 有时候拍出来 它会有很多杂色 我觉得还可以 还可以更加亮一点 整住照片 稍微再亮一点 因为小七星的话 其实亮一点 还是稍微好一点 更加好看一些 你看这些文字 文字咬的地方 还是该修的地方 要修一下 还该 该那个 进行 进行什么液化的地方 也要液化一下 这组照片就是 我觉得稍微人物 稍微暗了一点 可以把人物 进行一下调亮 当然背景可以不动 把人物调亮一点 直接用曲线工具拉就可以 后面这几张还好一点 主要就是人物 稍微有点暗 在这些处理这种照片的时候 就要用到那个蒙版工具 就是把人物调亮以后 把人物给插出来 或者插背景 我打不开这种图 你们用手机分享的微博都不行 像这种电脑分享就没有问题 成大营 这种照片 低宝盒 这张挺带感 这张挺带感 你看就是有动起来的元素 这张就是环境 背景选择 稍微脏了一点 有点脏 有点脏 原素多了 多了 其实这种照片 我觉得它色调 还是色调 假如说往蓝色稍微靠 稍微靠一点 可能会更好 可能会更好 这种 这种照片 你现在 现在调的这个颜色 我感觉稍微有点 怎么说 说不出来那种感觉 就颜色上稍微有点问题 还有就是 除了这张大头照 其他的稍微 还是应该再加点对比度 灰度稍微还是高了 灰度高了 还有就是拍这类照片的时候 拍这类照片的时候 我看有几张照片 它是为了表达那种 稍微干净的 但是 但是有几张 感觉 你看像这几张的话 感觉又是 和前面几张搭不起来 就是在背景选择方面 要注意一下 你要选择干净的场景 那你就都选择干净的场景 而且在拍这类 这类型照片的时候 模特 还是稍微拘谨了一点点 稍微拘谨了一点点 假如说更加放开 更加放得开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更好 稍微有点拘谨 刚刚那个大头 特别是大头 特别是大大大场景 稍微有点拘谨 就这几个问题 这个照片 这个照片真的我觉得拍的挺好的 包括抓的神态 这些用的道具 还就是对于色彩的把控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 这种照片 我是觉得拍的蛮好的 这个妹子的表现力 感觉也挺好 这片子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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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 我是花半小时 给大家讲一下那个保利来 还是继续往下讲 分析大家的作业 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 好 那那下边的作业 我们就下节课继续 下节课我还是 头一个小时 给大家看一下 最近的作业 然后后边的 后边的时间 给大家讲我最新的照片 这样来好吧 那我给大家说一下保利来 我是去云南的时候 翻微博 翻到保利来 我觉得这个颜色很带感 就是我专门下了几张 下了几张照片 就是保利来拍的照片 我觉得很有特色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下保利来 保利来它是属于 五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这种相机 一字性成像的相机 它和那个拍立得 还是有一点区别 他们在成像 成像的那个 怎么说用料方面 稍微有点 有点区别 它的那个保利来的颜色 我们先观察这几张照片 我们先分析一下 我们先来看这张照片 其实保利来 我看了一下 我分析了一下 它的颜色 有几个特点 第一 很多照片 它的高光部分 就是偏青 偏黄 这是一大特点 这是保利来的一大特点 第二 普遍来说的话 它和现在相机 成像 没有那么锐 但是反而造就了 造就了那种 很复古的一种调节 这是第二个特点 第三 就是它对于 我们观察这张照片 它对于 灰度 灰度方面 它是灰的很自然 它是灰的很自然的一种灰度 包括它的阴影色调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它的阴影色调 也是很好看的 偏轻了 有点偏轻 当然是这张照片 我们再往下看 所以说 所以说我在看了几张照片以后 我就想 这个照片能不能通过数码相机拍 拍了 然后仿 但是我仿了一下 当然没有 当然效果不是 不是那么逼真 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看 还是可以看 我们注意看 它都是 高光部分有点偏黄 就是宝利来的一贯色彩 高光部分偏黄 看到没有 很偏黄的调子 然后阴影部分 它存在于很多 比如说它的那个环境不同 还有它的颜色温 有时候拍照的时间不同 它阴影部分的颜色 它都不同 但是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它对于灰度的一个把控 灰度 它的灰度都是很自然的一个灰度 看这张也是一样的 黄色 还有就是深色部分 灰度的控制 其实都是蛮好看的 还有就是它的中性色 中性色 它的调子是怎么在偏 稍微偏蓝一点 对吧 我们完全可以看到 然后灰色 然后深色部分也是 偏有点偏轻 很好看 这些都是宝利来拍的 挺好看 大家先 我把这几张照片翻出来的意思就是 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 试着去观察 它的元素 里面的高光 它的中间部分 它的阴影部分 它的颜色是怎么在构成 我们都去分析 你多去分析几次的话 那后面 你多去分析几次的话 那这些东西 以后你 假如说你吸收以后 那就是你自己的东西 它存在于脑海中 然后你 下次你自己平时在修片的时候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 你的心里面 应该就有一种审美在里面 所以说就是 让大家平时都去看片子 就是这个样子 不是单纯的去看 诶 这种片子好不好看 那我们要去分析 它的灰度是怎么在把控 它的高光是什么 是怎么样子的 是怎么形成的 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去观察 看到没有 这种颜色都是挺毒的 都是挺毒的 它特有的这种朦胧感 特有的这种朦胧感 是真的是很好看 对 这种稍微高光带黄 然后阴影部分 又带点紫色进去 是真的是很好看 很毒啊颜色 你看这种就典型的 宝丽来的颜色 偏黄 偏黄很重 当然我买了一个 宝丽来相机 我试了一下 也是 它的黄色太重 我还没拍 我准备下周周末 去拍个女孩子 用宝丽来拍 拍了以后 然后用扫描仪 把它扫到电脑上去 就是 其实我 我拍宝丽来主要就是 找一种那种色彩感觉 色彩感觉 其实我觉得 对于咱们 修编来说的话 真的是很重要 平时都去 积累一些色感 这里就是典型的 宝丽来的颜色 偏黄 高光偏黄 很偏黄色 大家都去看一下 这个不是 这个是广告 好 那我现在就是 打开一张 我修过的照片 我说一下 我是怎么在修 其实这里边 要用到几个工具 主要要用到胶片工具 胶片工具 我来说两张图 我来说两张图 这就是我仿的一个 仿的一个 宝丽来的一个颜色 因为我是 这种照片 我才修了两三张 就是 先找一下感觉 我这种 这种照片 还没来得及修 先给大家讲一下 这就是我仿的 那个 宝丽来的一个胶片色 胶片色 我给大家先看一下 它的差别 大家可以看一下 差别 这是原图 这是修出来的照片 圆图 修出来的照片 好 我来说一下 怎么在修 首先 我还是说了 我们刚刚观察 宝丽来 高光 高光部分 偏黄偏青 那我们怎么去修 高光 我所说的高光 白色去控制 看到没有 加青色 然后加黄色 这就是 很重要的一步 你怎么去模仿它 那个片子 它本身 高光就是偏黄 偏青 那我就在这里 加红 加青 这就是相对应的 它相对应怎么去偏的 我就怎么去 在这里去修 看到没有 好 第二步 第二步 这一步 我是 使用我刚刚给大家讲的减法 减法 因为我觉得这个草 有点宣兵夺主 夺主 那我就 把草的颜色 给它降下来 让它更加 怎么说 更加违和 更加自然 过度 更加自然一点 好 修的 这个修的草的颜色 怎么再修 还是给大家看一下 很简单 因为这个草 主要是 主要是黄色 成分比较多 那我在黄色部分 肯定动得很多 把草 加深 黑色加深 然后黄色部分 往这边调了一点 绿色部分 做了一些动作 绿色 看到没有 其实绿色的 它改变不是很大 主要是靠黄色 因为我们观察一下 草里边 还有黄色部分 挺多的 调了以后 它肤色跟着改变 所以说 我用模板插了一下 用模板插了一下 好 我们可以观察 这是第二步的效果 第三步 第三步 加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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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线加灰度 降高光 降了一点高光 这样压了一点高光 然后提灰度 这个灰度是对于保利来的照片 也是很重要的一步 提灰度 当然这个灰度控制 我们可以说 当然这张图 我们平时说的 怎么去控制灰度 怎么去看 这张图 其实灰度还是有点过重 当然我们可以通过增加对比度 可以校正 因为我这里 我这里后边要用到那个滤镜 所以说我这里没有 没有去加它对比度 好 这里叠印 叠印了一层 然后 然后这一步 其实就是加对比 加对比 怎么去加的 这步 我是直接用了那个 直接用了那个 一个一个胶片的滤镜 怎么用的 说一下 这里边胶片滤镜 我打开以后 打开以后 这里边就有一个保利来 彩色胶片保利来 我好像当时是选的 七零 是七零还是什么 我看一下 我好像选的 等一下 有点慢 等一下 SX70一个胶片 胶片相机 你看这个胶片 这个滤镜 它出来的效果 其实就是很接近 还是挺接近的 我是用的这个 好像是用的 这几个当中的一个 具体是哪个 忘掉 无所谓 随便弄一个 我选了这个高光 确定 我在仿胶片色的时候 其实就是对它几个 几个地方 假如说这样去做了以后 我觉得太过的话 我可以直接降低 它的不透明度 其实一样的能达到那种效果 当然不是说 这一步非得要做 这一步的话 我一样的可以通过 直接加对比度也行 当然因为当时我也是在试 试着去调了一点 好像是加到另外一个 反正就是这个意思 增加对比度 你看这样 其实增加对比度也是一样 能达到这个效果 那我们继续往后看 然后选取颜色 因为我觉得这样加了以后 它的黄色又降下去了 所以说我又 又使用选取颜色 又加了 又对高光 又对高光加了一点 加了一点那个黄色进去 看到没有 加了黄色进去 还是让它偏黄 因为我们刚刚观察到 保利来的颜色 它就是这样去偏的 就是这样去偏的 我们现在试着 要仿它的颜色 好 然后这一步 我在这里 我又用了 又用了那个胶片力竞 我是怎么在用 这一步很关键了 我要给大家说一下 因为我刚刚观察到 保利来 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 那个什么 它的那个效果 它是很偏 它是很偏 怎么说 它是和现代相机 成像的那种效果 是不同的 所以说我在这里 去减 先恢复一下 我在这里 是去减掉了 它的一个清晰度 减掉了一个 它的清晰度 因为这个胶片滤镜 这个胶片滤镜呢 我要说一下 它的那个 对于清晰度的控制 我觉得效果是挺好 我试了一下 这里对于清晰度 我可以在这里 直接降一下 它的那个清晰度 降出了以后 我感觉 就 仿那种 复古的照片的话 我就感觉很到位 仿然很到位 这里直接降它的清晰度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这样去降了以后 它就感觉 有点那种 保利来那种 怎么说 不像现代相机 那么锐 就算稍微朦胧一点 你要仿照它的效果的话 你就要在这里去做 降一下它的清晰度 降了以后 然后我在 叠加里边 纹理里边 好像是纹理 纹理里边 我加了那个纸张的一个效果 纸张的一个效果 因为 这个纸张加了以后 你就会感觉到 它感觉像 就像 拍出来以后 我扫描进去一样 这里 可以改变它的不透明度 这些地方 有保护 这些都可以自己去设置 有不透明度 可以稍微让它 让它大一点 也就是说 让纸张的效果 更加明显一点 下去 去调一下 调了以后 直接点应用 这样处理 处理以后 我们就可以观察到 你看 它多了一层 更加复古的一层效果 当然这不是很重要 然后我又 然后我又 Ctrl F 复制了 再复制一层 再把它的效果给加重 看到没有 这样加重以后 它就感觉 那种 那种纸张啊 这种复古的效果 就感觉就很浓郁了 就感觉很浓郁了 然后 然后我再对它的 对比度 你看 它的灰度现在是不是很高 那很高的话 我就是 在这里对它的一个对比度 进行控制 在这里直接可以控制 我在调整亮度 对比度的时候 通常情况下 我不会去看数值 我这样拉到那个 进度条以后 我直接再观察 我直接观察画面当中 它的一个度 我不去看数值 到了一定的度 我觉得合适了 就OK 就松掉 好 这样 这样以后 然后曲线工具 然后再降了一点高光 再降了一点高光下来 然后再用选曲颜色 还是 把高光 再往黄色加 再往黄色加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的这个色调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黄色部分 其实是很重的 很重 那我们现在在这里的话 一样的 我还是 更加的重 重一点 可以适当的 加一点青色进去 这样的话 反正往 往这个色调去仿 往这个色调去仿 这样仿了以后 反正就是慢慢的去调整它 比如说再增加一点 对比度 你看这样 这样下来的话 它其实就是 一个仿 仿那个保利来的一个颜色 就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当然如果说 你要做的更细的话 你可以慢慢去调 它当然根据 不同的一个环境 根据不同的环境 它肯定就不同 肯定不同 我给大家截图看一下 因为 可能 怎么又发不起 就是这样去慢慢的去仿 它的颜色 看到没 可以把那个 等一下 原图也给大家看一下 我即使这张图不去修它的那个 不去修那种 防保利来的颜色的话 我也会 就像刚刚我说的 去做减法 比如像这种 像这种 草的颜色 这些东西 我都要去调整它 不然的话 你要 你要使画面变得 怎么说 让画面变得更加 更加 更加 过渡更加自然 这些 比较差的颜色 你就要去控制 好 我再看一张照片 因为修了两种颜色 都试着去调了一下 包括这张也是 我是在仿那个 仿它那个调子 同样的方法 同样的方法 我还是 给大家先看一下 原图和修好的图的一个对比 一个对比 其实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 我觉得还是 这个颜色还是好看 还是好看 好 看一下怎么在修 第一步 这步 因为我是仿了这张照片 应该是这张 还是哪张 我把它的那个高光 往这种 阳红色再靠 阳红色再靠 所以说 所以说 我看一下 阳红色怎么靠 就是还是在高光部分 调白色 往这边靠 往这边靠 这样去靠 靠了以后 你看 就是出这种 出这种颜色 然后曲线工具 加灰度 还是加灰度 压高光 加灰度 压高光 然后第三步 选取颜色 还是对这个绿色 进行了一些调整 看没 虽然说 感觉不是很大 但是 该 有些东西 该调的 还是要调 好 然后叠印图层 还是用了 那个 那个 刚刚说的那个滤镜 保利来的那个XS70 这个滤镜 用了以后 我感觉变化有点大 所以说 我同样还是用 这样去加了一点 加了一点阳红进去 然后继续 继续 还是仿 仿胶片的效果 刚刚说的 那个 降清晰度 加纸张 加纸张 那个叠加 这样叠加以后 叠加了两次 然后亮度对比度 对灰度进行了一下 进行了一下控制 我们提了灰度以后 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看一下 如果说太灰的话 我们要去增加 它的对比度 你不然的话 你的画面感觉就会很灰 这是 这是一个相对应的 一个法则 好 继续曲线 压高光 压高光 把高光压了一下 这样去压了一下 这种压高光的方法 不是说所有的 还是那句话 不是 不是所有的照片 都要去这样去压了 我是现在是在 仿复古的照 复古的照片 复古照片的话 它的高光 像这种宝利来的话 它的高光都不是很亮 它的对比都不是很强 所以说我要在这里压高光 提阴影 提灰度 好 继续 这里我还是觉得 刚刚那个阳红色不够 还是同样的 用高光 加阳红 比如说我像 我想它的效果更重一点 那我就这样去 往这边加的更重 是吧 这样去加的更重 更好看 对吧 这样加的更重 是不是 效果更加明显 对吧 其实就是这样 一步一步的做出来的 我这样加重了一点 还是好看 还是好看 这就是 仿宝利来的一个颜色 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还是好看 我觉得挺好看的 这个颜色 为大家截图看 然后 然后还是圆图 给大家看 可以看一下 这要做 有什么好处 它其实就是增加了很多 复古的味道 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 这就是圆图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下来 下来也可以去练习一下 是吧 还是 还是很有效果 好了 那 今天的课 咱们就上到这里 这节课 我还是老样子 因为我 我现在就是 就 这节课 就不给大家规定作业 就是还是 下节课 我继续 下节课 我继续 还是 前半个小 前半段时间 我还是给大家 看一下 最近一些片子 大家同学们 自己的一些片子 然后 后半段的时间 就是讲我最近的 大家同学 反正 注意观察我的新片嘛 假如说 大家想学习哪一部片子 就跟我说 然后我就给大家讲 好吧 那其他没有什么问题 就下课了 我继续 我继续 就下课了 我继续